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分析師下調了針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 主要因信心持續疲弱和房地產市場陰雲密報 中國經濟層面的逆風強過預期 根據星期日6月18日較晚時發表的一份報告 高盛將它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全年實際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測從6%下調到5.4% 它還將中國2024年的增長預測從4.6%下調到4.5% 高盛這次的下調是在全球同行採取類似措置後進行的 數據顯示中國在新冠疫情帶流行病之後的經濟復甦暴利盲山 先前高盛雖然保持樂觀 不過與其他銀行一樣,高盛隨後下調了對人民幣的預期